第三百六十章 如今江湖亦有吃人 樊小柴握刀的那只手 微微颤抖 哪怕是对上 无论是武道境界还是对敌经验都胜出一筹的迷缝节 樊小柴都不曾有过这种悚然感觉 关键是他自认从不为死 那名深藏不露的年轻剑客没有城市出手 只是转头跟茶滩老板喊道 添三碗定神汤 徐凤年笑道 厉害 徐凤年对樊小柴说道 不用紧张 这位公子没有恶意 樊小柴脸色苍白 眼神愈发阴沉 等到茶滩掌柜的把三碗定神汤端到桌上后 那人点头道 当然没有恶意 我自入江湖以来 一直以为会与灰山大雪平那位轩辕子一结为神仙眷侣 但是见到眼前这位姑娘以后 便觉得那名女子必定要错过我这两配了 徐凤年不得不重复道 厉害 那人又转头对樊小柴善解人意道 姑娘想杀我也无不可 不过最好喝过了茶汤 再寻个僻静宽敞的地方 届时我肯定不还手 任由姑娘出刀 樊小柴深呼吸一口气 五指死死握紧刀柄 咬牙切齿道 你找死 结果那人给出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混账答案 他神色无比认真 我找你 樊小柴眼神中透出誓死如归的毅然决然 不顾一切的拔刀出鞘 就在刀尖即将彻底露出浑身气势攀至顶点的瞬间 一只脸色刻板的年轻剑客破天荒微微一笑 身体微微前倾向樊小柴 左手双指并拢 电光火石之间指向了樊小柴眉心 停留在距离他眉心寸余的位置 动静之中大有意味 樊小柴身体迅猛厚仰 试图避其锋芒 但是那人松开双指后 手掌轻轻按住他的肩头 樊小柴嘴角渗出触目惊心的腥红血丝 徐凤年眯起眼 那人这一手的确了不起 不再招式惊奇或是气势高绝 而是其心意之身 樊小柴抬起手臂随意擦拭掉血迹 年轻剑客依然扶住他的肩膀收敛了笑意 于众心尝道 姑娘 论及气势雄壮 浩然正气势 胸鞋利气也是 但是 区别在于前者就如这条异路 竖其并肩也无防 后者却是那仅有立锥之地的独木桥 掉头不易 人之玉气成科 击中难返 为何世人有不土不快一说 便是此理啊 我被武道修行 无论刀剑还是拳法 都是长久事 哪能一股作气登顶的 认有你是陆地神仙 与人死战 也需要换上一口心气 樊小柴嘴唇紧闭 事实上他此时此刻已是满口淤血 连说出一个滚字都做不到了 但他仍然不愿意吐出 如果说北梁王徐凤年 是他这辈子最想杀的人物 那么眼前这个脑子 被驴踢过不止一次的家伙 可以排在第二位 已经超过早年 亲手将他变成浮水坊死室的楚炉山 徐凤年叹息一声 举起刚送来的那碗定神汤 往先前那只空碗里倒了大半 这才递给樊小柴 他犹豫了一下 这才接过白碗 抖落那人按在他肩头的手掌 转过身去 低下头 鲜血吐露茶碗 连同茶汤一饮而尽 也许除去徐凤年 附近那些桌子旁的江湖人物 就只有血炉枪圣里厚重 想透了些许玄机 即便是在飘渺风陆结军 和拳法巨匠冯宗席看来 年轻剑客的出手除了快 貌似并无丝毫出奇之处 而这种快 似乎也仅是快而已 至于其他人 更是满头雾水莫名其妙 那名年轻剑客 望着樊小柴的背影 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没能说出什么话 他转头看向徐凤年 问道 你要么是不曾习武的平常人 要么是擅长练气的顶尖人物 否则 我不至于捕捉不到 你气急流转的独到之处 但既然你有胆子 玄佩良刀招摇过世 身边又有 这位姑娘同行 相信身份不简单 那么 徐凤年安静等待下文 只是这一次年轻剑客 果然又没有让人失望 那么敢问这位姑娘的方名 徐凤年微笑道 以前叫樊小柴 柴子的柴 如今叫樊小柴 柴火的柴 那人点头道 如我所料 都是好名字 徐凤年无言以对 自己闯荡江湖这么多年 终于又遇着脸皮厚度 不相上下的对手了 只是自己当年最落魄的那趟江湖 好歹除了脸皮 还是靠脸的 与村妇小娘们淘水喝 堪称所向披靡 从无败计 可眼前这位 那纯粹是靠一张脸皮呀 那人想了想 算了 本来还想跟你打听一件事 现在不需要了 反正去不去武当山 已经无所谓 已经知道年轻剑客身份的 徐凤年笑问道 为什么无所谓 难道你真的不去 跟那位北梁王一争高下 年轻剑客满脸错愕道 你知道我是谁 徐凤年点头 他揉了揉下巴 恍然大悟道 你能够仅凭相貌 就猜出我的身份 数为不义 不过话说回来 也在情理之中 徐凤年开始有些理解 樊小柴的心情了 樊小柴已经转回身 白碗歌放在桌面上 死死盯住那人 我必杀你 那人既无讥讽 也无恼火 咧嘴一笑 阳光灿烂 随你喜欢 徐凤年好奇道 你不是开玩笑 那人正今微作 沉声道 我从不与人开玩笑 真正喜欢一个人 难道不应该正是一见钟情才对 我想 不是相濡以沫 才会喜欢上一个人 而是喜欢上一个人后 才会相濡以沫 怎么 你不信 徐凤年看着这张年轻脸庞 有些恍惚 他想起了羊皮球老头 和那位风都绿袍 原来如今江湖 亦有吃人 不可理喻 不用理喻 徐凤年笑着轻声道 我相信 樊小柴面无表情问道 你是谁 徐凤年情不自禁地揉眉头 果不其然 对面这个家伙 又开始伤人于无形了 小柴姑娘 我喜欢你 与你喜欢不喜欢我 没有关系 然后他对樊小柴 眨了眨眼睛 如果有一天我不再喜欢你了 不要奇怪 樊小柴的情绪激进崩溃 怒吼道 你到底是谁 年轻剑客直到这个时候 才按住腰间剑柄 眼神清澈 望着他笑道 太白剑踪 陈天元 他略作停顿 大声道 所以 我不喜欢你之时 只有陈天元剑断之时 附近那几桌 只要是刚好在喝茶汤 或是嚼饼的年轻男女 无一例外 都当场一口喷出 太白剑踪 哲仙人陈天元 百年江湖 群风静秀 可自春秋剑甲李纯刚之后 陈天元仍是当之无愧地 见到天赋最高 破镜最快 陆结军和冯宗喜 同时悄然望向 雪庐枪胜李厚重 后者微微点头 应该就是太白剑踪那一位 与三位前辈 坐在一张桌子上的蛤蟆脸 和宝蠢美人面面相去 不是说太白剑踪 哲仙人 出出江湖 便以白衣白马 玄配白鞘长剑 名动天下吗 不是说 那位哲仙人 风自如天上神仙吗 徐凤年慢悠悠 举起茶碗 没有急着喝茶汤 举目远望 正正出神 此人此时此景 他人别时那景 曾经有位喜欢抠脚的糟老头 气横横说 什么老剑神 就是剑神 曾经有位穷得叮当 都不响的木剑游响 豪气万丈说 如果有天江湖上出现了一位 姓温的绝代剑客 不用怀疑 那就是我了 有人已不在世间 有人已经不在江湖 有人则还在眼前 徐凤年回过神后 放下茶碗 对那边战战兢兢的茶摊掌柜喊道 有没有绿衣酒 来两壶 如今北梁道辖境 已经禁止酿酒 所以大大小小的九四九楼 新酿绿衣 是注定喝不上了 多是往年轿藏 这座茶摊因为赶上烫 要做外乡江湖豪客的生意 毕竟一碗定神汤才几文钱 远远不如卖酒来得容易赚钱 特意与酒楼买了些 相对粗劣的陈年绿衣酒过来 现在还剩下四五谈 就给这一桌拎了两谈过来 如今一谈的价格 约莫是前几年的四谈绿衣了 好在北梁这边从无对水的习惯 绿衣有好坏 但都滴滴道道 随着中原江湖人 蜂拥敢赴武当山 也不知是谁率先喊出来的 说是不喝绿衣酒 就白来了北梁 陈天元问道 你请客 徐凤年点头道 你请我定神汤 我回请你绿衣酒 有何不妥 陈天元认真道 没有不妥 只不过我不喝酒 徐凤年压抑道 天底下还有不喝酒的剑客 陈天元指了指自己 一脸天惊地义道 我就是啊 徐凤年看着桌上两坛绿衣酒 有些尴尬 比较净的 Carlos 皖 陈天